手游酷玩 大家好我是来自手游酷玩在这里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游戏是乐歌无限 今天给大家玩了一个刷图的游戏房间 这个游戏房间我先简单评价一下吧 从这期视频开始我打算以这个游戏房间来评定乐歌无限的星期评价 这个游戏房间我给了一个两性 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第一点升级比较慢 前期呢我们只能刷城门口的这几个区域 这个像我现在头顶上顶的这个西绿森 这个名字就比较奇怪 我们是过不去的 然后你记录这个格了之后呢 就会刷新出来这个小僵尸 这木乃伊跟僵尸也差不太多 然后呢你每次打的就会获得这些经验啊 就不一定点 然后还会出现一个什么现象呢 它并不是一个独鼠啊 独鼠是怪物 就是独鼠怪物指的就是我们刷新出来的 只能是我们打回去经验或者禁闭 然后呢 它现在这个进去之后呢 你会发现它是大家平粉 然后谁打到最后一下呢 谁会拿到这个属性和金钱 然后还会拿到这个装备啊 比较恶心人 我之前玩的时候呢 其实乐高无线我一直是给一个比较笼统的评价 因为乐高无线里确实是有好的房间 有不好的游戏房间 然后后来我想了想 其实没有必要 因为乐高无线其实现在除了一个纯粹的这种方式以外 就是本身作为一个游戏 它更多的是展现了一个游戏的集合体 就是所有游戏啊 基本上都有 然后什么游戏房间的都有 主要是这个游戏给一个比较低的评价 其实就是因为它自身所在的一个设定吧 因为大家能评为怪物这个事呢 在高等级的地图呢是比较好的 比较公平大家一起打 然后谁打着了 然后大家就按伤害啊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东西去算经验 但是呢在这种比较低等级 大家也发现这个问题了 现在我在打 这个人装备非常好 他是等级比较高 他过来一下就把这个怪打没了 打没了之后呢 我经验装备 金币全都没有获取到 最烦人的是 接下来大家就能看着 这个小子跟上我了 就基本上我刷帅怪 他就过来找我 就 比较恶心人 反正我个人觉得 嗯 如果说是这样的话 就没什么太大意义了 其次呢就是 这里的怪打人太疼 前期基本上自己很难单刷二级的这种小怪 大家只能打这种一级的这个小普通的僵尸 所以说升级呢特别的慢 然后你看这个人他又过来了 他就是过来找我俩 因为我俩等级底 然后我俩刷怪呢 比较费劲 然后他基本上过来一下 就能把这个人吹走 然后你再看这个拿斧 这个人也是 他就跟着我 然后我刷啥 他跟我刷啥就比较烦人 与其说这样的话 我个人觉得不如前级 那大家就是 游戏设计着 跟我们设计一个单独的区域 就是这个区域进来之后 就不允许别人进来了 有办法 现在呢也是 我继续刷这个小怪 还有一点问题 就是这个游戏房间 我个人认为比较大的一个难题 就是他刷这个东西太慢 就是 你看我这个就是 刚开始我没弄明白这个极致 掉出来的装备 大家需要用手去点一下这个装备 他就会进来 我这个就是白白被别人捡走了 确实挺闹心 然后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会设计成这样 其实我认为这种游戏呢 前期呢 还是大家分开比较好 因为首先第一点 耽误大家的一个游戏心情 我刷帅的东西被别人拿走了 我不一定会特别开心 我个人确实是没有那种博大的循环 反正我感觉我刷帅的装备 被别人拿走了 我就感觉贼难受 其次呢 就是一些别的问题 就比如说 现在我已经是拿到了一定优势之后呢 你说我将 我将这个 就是我拿到了一些比较好的装备 或者是我除了一些比较好的装备 然后有人的网速比较快 他快直接把我装备拿走了 我估计我也不能开心到什么地方 你可以看啊 这个人刚才出的那个绝对是个武器 他的武器变样了 他过来一刀就给我武器拿走了 这简直太让人绝望了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 差不多就结束了 今天大家的游戏也是乐狗无限 然后今天的这个游戏房间 平行大概在两声左右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 请观众我们守护二 如果你不喜欢此游戏 请观众我们守护二的其他有视频 我们守护二和其他游戏攻略 等待观看 感谢你的本期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